哈囉大家好,歡迎收看電玩杰素沛,我是主持人安娜黎 一說到外星人,大家想到的是疫情裡吃人的可怕怪物 還是說著ET Go Home 的可愛小外星人呢? 不過來自於未知宇宙的生物,可不是都像ET一樣那麼友善那麼可愛 他們有可能是要來毀滅全人類的喔! 《毀滅全人類》是2005年在PS2和Xbox發行的動作冒險遊戲 其後也在2006年發行二代,第一代在去年重製發行後 二代也將重製發行,並命名為《毀滅全人類2 再探究竟》 在一代中玩家扮演的藍皮小外星人《隱藏者》 這次又帶著探測許可以及更多酷炫武器回來了 本次的時空背景是復國位濃厚的60年代地球 玩家將前往美國、英國、蘇聯、日本等地大肆破壞 並利用發出五彩光波的護目鏡操控人類的行動 除此之外還可以利用飛行背包或是駕駛飛碟在空中進行破壞 這次重製版除了畫面與性能進行改善之外 同時增強了毀滅系統並增加新武器 此外也支援本地雙人共享螢幕的合作模式 快救你的好友一起來毀滅全人類吧! 遊戲預定2022年於PC、Xbox Series、PS5發行 喜歡這款遊戲的玩家不妨關注一下囉!